水母说电影 内涵你会懂 大家好 我是小飞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 搞笑电影 神探飞机头 影片主要讲述 小伙跑到非洲 成了动物之王 还取了非洲公主的故事 水哥是一名宠物侦探 专门帮有钱人寻找丢失的宠物 接的那可都是大活 钱赚的那是满满当当 现在连走路都看不见 在一次拯救浣熊的时候 不幸失败 悲痛欲绝的水哥 立刻出家做了和尚 还养了一堆猛兽 偿还自己的罪孽 这天大胖来找水哥 帮他找一只蝙蝠 水哥不想答应 可在方丈的金钱诱惑下 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寺庙里的和尚们很难过 喝着啤酒 跳着舞欢送水哥离开 站在庙门口的水哥 宣布自己正式重出江湖 然后大胖带着水哥 来到了非洲领事馆 见到了领事光头书 才知道自己真正的任务 原来瓦提族长的公主 嫁给朱厨族的王子 而嫁妆就是这件圣物 可是现在蝙蝠被人偷了 如果不及时找到 就会造成两族的大战 水哥的任务 就是尽快找到这个蝙蝠 于是大胖把水哥 带到了瓦提族 见到了族长 互相用口水表达善意之后 紧接着就开始调查案件 看守白蝙蝠的守卫 竟然是一只沸沸 话说非洲的小伙伴 真是不一般的懒 还弄了一只动物当保安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 水哥发现了一根羽毛 到了晚上 瓦提族举办了篝火晚会 公主开始诱惑起了水哥 这可把水哥迷得五迷三道 当天晚上 就把公主给就地正发了 第二天 水哥感觉一脸猥琐的眼镜哥 很有嫌疑 就开始跟踪起了眼镜哥 水哥也是练夹子 装猴子 半合马 还和狮子一起吃斑马 最后假装犀牛 接近眼镜哥 果然发现 眼镜和偷猎者的轨迹 但是由于犀牛 密封的太严 不一会儿 水哥就慢慢缺氧了 没办法 只能从后门出来 这个画面太暴力 大家请自己调节 水哥出来后 就绑架了眼镜哥 经过审问 眼镜哥终于招了 原来他并不是盗窃者 于是只好放了他 在回去的路上 水哥受了一波毒标的袭击 直接晕了过去 醒来时 大胖告诉水哥 这个毒标 只有猪徒族才有 肯定是他们偷走了蝙蝠 接着水哥就来到了猪徒族 猪徒族长告诉水哥 如果能通过考验 就可以告诉他真相 一阵考核下来 终于到了最后一关 水哥要和猪徒族的最强勇士 小强决斗 结果自我良好的水哥 被狠狠揍了一顿 组长告诉水哥 如果明天还没有找到蝙蝠 就要学习瓦提族 并且把他给绊了 临走时又被设了一只毒标 仔细对比后发现 这个毒标和之前的并不一样 这是偷猎者才有的 水哥模仿动物的叫声 想吸引他们离开屋子 就在要拿到蝙蝠的时候 突然被打晕 醒来后发现 自己被绑在竹筏上 顺着瀑布坠一下 水哥果然主角光环附体 这都没死成 结果又碰到了一条鳄鱼 三下午初二 就虐了鳄鱼盾 想不通的水哥进入了冥想 他穿越千山万水 见到了寺庙的方丈 方丈问他 你的十字架呢 水哥却说丢在了山洞里 醒来的水哥顿时灵光一闪 于是去了光头书家里 当面拆穿了他的阴谋 原来光头书早就看上了山洞里的蝙蝠室 于是想用他赚钱 只有让两个部落发生战争 才能独吞这些蝙蝠室 看到这里 小鞭也是佩服的 美国人真厉害 连屎都不放过 光头书一看 事情败露 于是决定干掉水哥 把罪名安在他的身上 水哥一怒之下 召唤了所有动物 自己并骑着鸵鸟出现 追上了逃跑的光头书 夺回了蝙蝠 并且把蝙蝠还给了瓦提族 而光头书 却被一只母猩猩给看上了 直接给拉进了小树林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水哥从此和公主 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小生活 影片也到此结束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神探飞机头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我饿了 红irst的小伙伴 因为还是我们拍照的小伙伴 有点的小伙伴 谢谢大家